暑假来临户外高温炎热 为了避暑 高雄市立图书馆总管下午挤满人潮 高雄市立图书馆也表示 今年暑假期间平均一天到访人次 相较于平常日多了500到1500人 跟朋友来看书 奇幻科幻之类的 比较常去买书 很少来图书馆借书看 因为按旗班户外教学 带我们来这边休闲活动 就一点点喜欢这边 这里比较安静 暑假期间是我们图书馆的旺季 那在平日呢 就会比非暑假的期间 多大概500到1500人次左右 七八月的期间 因为很多学子 他们都会从校园来到图书馆 所以在这段期间 其实是我们强大暑期活动的一个时间点 除了有特别前来接触的民众 也有安亲办来馆内校外教学的学生 暑假期间 刚好是离图书馆涌入人潮 除了预览书籍图书馆也表示 这段期间也将陆续举办一系列阅读活动 希望既有暑假的人潮 提升民众阅读风气 我们在暑假期间有推出青春斗阵学堂 然后主要是青年学子 也有办理很多的 可以让小朋友啊 青少年或者是成人 得到很多知识性活动的一个机会 河谷区一般图书馆不同 高雄市图书馆透过创作及艺术 吸引大小朋友走入图书世界 在这边避暑的同时 也要沉浸书乡度过美好假期 今天新闻 王商业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